日本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,和中国有很多交流。 比如一件著名的日本国宝,蓝蛇袋,只有为日本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能得到一小块蓝蛇袋,并且家族世世代代引以为荣,连天皇都不能随意动。 1300年过去了,13公斤的蓝蛇袋还剩下11.6公斤,也就是说1000多年来只用了不到3斤,这么珍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呢? 汉武帝留彻即位后,在魏清和霍去病等一杆主将的率领下,汉军大破匈奴,风狼拘虚,霍去病的功绩值得万事之人景仰。 战胜匈奴后,汉武帝将目光放到了朝鲜半岛上,所向披靡的汉军所到之处朝鲜半岛的军队文奉而降,之后汉武帝便在那里建立了汉朝官府,管理整个朝鲜半岛地区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,日本成了中央王朝的藩属国,这个也是有记载的最早日本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往来。 其实,那时的日本还不能真正称之为一个国家。 日本并没有真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,当时日本社会制度等各方面还是非常落后的,日本真正称之为是一个国家还是在汉光武帝时期。 王莽篡汉之后,中央王朝的统治力便受到了巨大的破坏,类似于日本这样的藩邦纷纷不在朝贡。 王莽篡汉毕竟只是一个历史的插曲,很快在汉光武帝刘秀的带领下,东汉王朝建立了。 公元57年,也就是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二年,日本特地派出了使臣前来朝败。 光武帝也按照组治授予了日本客友汉卫奴国王的金印,这也是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。 这枚金印也成了日本最为著名的国宝,当时接受光武帝册封的沃奴国也只是日本内的一个小国家,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。 自汉朝之后,虽然中原王朝多有更迭,但是日本一直保持着对中原王朝的敬畏,世代都有朝贡和敬见。 中原的各大王朝也对这个远在扶桑之外的国家保持了一定的尊重,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藩邦小国地处偏远而有所轻视。 花五百日红,中原王朝与日本之间的友善关系,最终因为一次日本的朝贡而彻底终结了。 公元607年,日本的第三十三代天皇推股,天皇下令,让大理官小爷妹子前来朝拜隋朝。 那时,日本虽然已经比汉朝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,但是如果与隋朝相比的话还是相差甚远。 本来只是一次极为简单的番鼠国朝拜,一切按照流程之后,隋阳帝便会给出赏资。 日本的使者小住几日之后,便会拿着这些赏赐回国复命。 一次友好而又完美的出访活动也就结束了,但是这次的朝拜却发生了一件险些给日本带来灭国危险的事情。 小爷妹子在见到隋阳帝之后便开始宣读日本天皇给隋阳帝写的贺词。 然而,这份贺词才刚刚宣读了第一句,就引来了隋阳帝的勃然大怒。 贺词的开篇赫然写着,日出处天子近白日,没处天子输。 如此狂辈之言,隋阳帝自然是暴怒不已。 日出处天子指的自然是日本的天皇,因为日本是在我国的东方,因此是先于我们看到太阳的。 而这个白日末出的天子自然指的就是隋阳帝。 首先,日本作为隋朝的分属国,天皇在隋朝面前是没有资格妄称天子的。 其次,便是这句日本出天子。 在隋阳帝看来,日本使者的意思就是隋朝命不久矣,只在朝夕了。 面对如此侮辱,哪里有不怒的道理。 听闻这个消息后,日本天皇赶忙写信解释,在多方的周旋和劝说之下,隋阳帝才平息了怒火,此事便过去了。 毕竟是两国来世,隋阳帝最终还是决定赏赐一些财物,以彰显中原大国的气度。 在三考虑之后,隋阳帝将一块香木送给了小野妹子,也就是这样一块随手之物。 不过,这块香木在到达日本后却引发了举国的轰动,地大物博的隋朝自然不是远在扶桑的日本可以比的。 隋阳帝赏赐给日本天皇的香木,在中国也是非常少见的,更别说是在日本了,因为这块香木的出现, 日本国内的国民掀起了一股熏香的热潮。 在古代,沉香是一种非常名贵的香料,在我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中都备受香道爱好者青睐, 其价值不菲,因此使用者都是非富即贵。 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,由此衍生出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。 在日本的传统艺术中,雅道主要是由茶道、花道和香道组成,日本香道大约起源于六世纪,由唐朝传入。 寻常百姓家如果能有机会得到一块甚好的香木,甚至可以几辈子衣食不愁。 在日本的原书语艺术中就曾专门记载,关于日本各大贵族之间举办敬香会的事。 隋杨帝赏赐给日本天皇的这块尘香木,名为蓝蛇带。 这块香木全长156厘米,重13公斤。 蓝蛇带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中国,早在东晋时期就有蓝蛇带的记载。 蓝蛇就是空净,贤迹的意思,带是等候。 蓝蛇带三个字可以理解为美好。 如此硕大的一块香木,无论是从历史意义方面,还是体积方面,都能成为天下第一香木了。 日本天皇在见到蓝蛇带之后更是激动不已,连着好几天,日日向隋杨帝叩拜谢恩。 现在的蓝蛇带还剩下11.6公斤,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千多年内,这块香木仅被使用了不到三斤,可见其珍贵异常。 日本历朝历代的天皇或者将军都非常重视蓝蛇带。 每当他们从蓝蛇带上切割下小块橙香的时候,都会用一小张纸条写上自己的名字留存于切口处,以知识为极大的荣耀。 在日本历史上,有不少风云人物都曾经得到过蓝蛇带。 其中,日本战国三杰之一的智田信长是分割蓝蛇带最多的艺人。 他曾经从蓝蛇带上切下一块一寸八分的香木,其中还有约1.5厘米左右供奉于日本爱之县的真青田神社中。 现在蓝蛇带上还保留着写着三位大人物名字的纸,分别属于祖立义政、枝田信长和明治天皇。 日本人非常骄傲地将他称之为天下第一名乡,视之为国宝。 因为蓝蛇带的珍贵,即便身份地位高如日本天皇也不敢随意使用。 明治维新后,明治天皇更是将蓝蛇带作为日本荣誉的象征。 即使是到了现代,蓝蛇带依然是被保管在日本的正仓院中,平日会有专门的人员对他进行维护和保养。 而在现在,日本天皇也不能使用蓝蛇带,在某种层面来说,他在日本的地位甚至是已经达到了超然的地步。 当年隋阳帝的随意赏赐之物,到了千年之后居然已然成了日本的国宝,着实让人想不到。 在我国历史上,关于陈香木也有不少记载,在《太平广记》中就有一段隋阳帝焚烧陈香木的故事。 在唐贞观初年,公元627年,唐太宗在大年处夕这一天举办了一个宫廷宴会,邀请前朝隋阳帝的萧皇后一同参加。 在与萧皇后的谈话中得知,隋阳帝举办处夕宴会时,会将陈香木堆积成数十个火堆焚烧,每一个火堆都需要好几车沉香。 在焚烧陈香时,如果火光暗淡就不好看,于是还需要用另外一种香料甲煎添在火焰上,火苗炖时便可以升起树杖之高,异常璀璨夺目。 陈香与甲煎的香味一直能传到几十里以外,这样在一晚上则用陈香二百余成,甲煎二百弹。 虽阳帝的奢侈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,但是把名贵的陈香当柴烧,奢侈到如此地步却罕见。 近代巨富石虫也曾经非常奢侈地使用陈香,据说石虫家里的异常奢华,连厕所也同样如此。 不但有十几个打扮华丽的丫鬟在其中伺候,还常被甲煎粉、陈香汁这一类名贵的香料。 同为名贵的香料,在日本人和隋阳帝,石虫等人眼里的价值却大不一样。 在日本人眼中,蓝奢帝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,其意义已经远大于香木本身。 珍藏了上千年的陈香木,蓝奢帝的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去衡量,它不但是日本香文化的见证者,更是其传统文化的最佳佐证。 而在隋阳帝石虫等人眼中,陈香不过是彰显自己权力和财富的普通物品之一。 当然,从这块香木,也能够一窥看我们拥有过辉煌和灿烂的历史,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呢?